大家好 这里是语文闲话 我是语文 上一讲 我们介绍了新古典主义绘画的领军人物大卫 并论述了学院派的产生 以及他的没落 这一讲 我们介绍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另一位 也是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大卫的学生安格尔 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请新来的朋友点赞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 1780年多米尼克·安格尔 出生于法国南部的蒙托邦 父亲是一位肖像画家兼音乐家 是他的艺术启蒙老师 因此他从小加学渊博 并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 11岁的时候便进入图鲁兹学院 接受系统化的绘画教育 那么在图鲁兹学院期间 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 也是他的终身的好朋友 小提琴巨匠帕格尼尼 并为他的好朋友帕格尼尼 画下了这幅素描 在17岁时便到巴黎 进入了新古典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 大卫的画室 当时的大卫正是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 在众多的弟子中 安格尔深得大卫的青睐 他21岁就以这幅阿加盟隆的使者 融获了法兰西美术学院罗马奖 从而得以去意大利罗马留学生肇的机会 哪里想到到了意大利之后 法国因为政局动荡 留学资金迟迟不到位 安格尔只好在意大利 靠给别人画肖像画赚取生活费 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个一流的肖像画家 奠定了基础 在意大利期间 安格尔疯狂的爱上了拉斐尔 他感慨的说 这是娇媚 这是美丽 这是和谐 所有的这些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魅力 是拉斐尔打开了我的艺术眼界 使我毛色顿开 这种狂乐导致了他对拉斐尔绘画 孜孜不倦的追求 并贯穿了他的整个绘画生涯 甚至相比拉斐尔 安格尔更加追求理念美 更加追求画面的纯净 也更加追求线条的准确 他画了不少古典题材的作品 比如仿造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创作的这一幅 河马的礼战 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 类似拉斐尔作品的对称的构图 利用线条对人物的细致刻画 以及用明亮色彩体现的纯净画面 但是安格尔更喜欢也更擅长的 却是描绘女性之美 和老师大卫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安格尔 他把非凡的才华 全部用于探究和临摹女性身体 从而远离了政治和宏大叙事 只有美丽的女人才能激发起她的创作热情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艺术家对人体的构造可谓是了如指掌 不论是画人还是画神 人体构造总不会有什么大的偏差 然而安格尔这个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大师 却在完全不顾最基础技法的同时 又深深画出了曼妙而不合人体比例的美女 这不仅引发了普遍的争论 对美的追求 与眼睛所见的真实 冲突吗 安格尔生前在法国艺术界的地位就很高 他既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又担任了法兰西美术学院的院长 可以说在新古典主义最后面临终结的时候 他是学院派当之无愧的最后一个领军人物 虽然在他死后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没落了 但他的绘画风格却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的厉害之处恐怕就是他笔下的女性题材作品了 其实凡是古典风格的作品 从古至今最少不了的就是女性题材 比如说比例完美而略带男性美的段碧维纳斯 神秘的蒙娜丽莎 还有拉斐尔笔下的唯美圣母 但是这些艺术家在创造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时 都希望用女性的美来传达自己的某些想法或思考 但安格尔却不一样 他说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多小九九 我就只想单纯的画女性 极致的去表现女性的古典美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当时的法国贵族圈子流行着东方艺术 他们喜欢中国瓷器 也对那具有浓烈东方情调的土耳其后宫生活 极感兴趣 这可能是娇奢隐异的贵族们在无所事事之余 生出来的偷窥欲 以至于表现土耳其后宫闺房的艺术作品 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一种潮流 安格尔也紧跟市场潮流 画了好几幅这样的话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幅大公语 她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作品 现收藏于卢浮宫 这幅画很简单 主题就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女子 半躺在床上 她用左臂的手肘撑在床上 背对着我们 脸扭过来一半多 没有什么表情 你可能会问 这跟洛可可时代的布歇作品所描绘的女性 区别在哪里呢 为什么安格尔这幅画被称为古典女性作品呢 首先其色调是一种偏向沉稳的暗色调 女子后方是大面积的深褐色背景 右手边也是一张绣满花纹的深蓝色窗帘 其次长久以来女性裸体在古代绘画中都是颇受喜爱的题材 但裸体绝不等同于色情 安格尔的这一幅裸体作品就比布歇的作品要含蓄的多 我们在这幅画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感官上的自己 既没有挑逗式的剧情也没有裸露的人体器官 这幅画所包含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对人体美的欣赏 更突出古典风格的是就算你在这幅画面前凑得再近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笔触 安格尔仿佛在告诉你说这就是极致纯洁的女性美 画中的女子侧身躺卧在一堆凌乱的背褥上 窗帘的一脚被他用右手压在腿上 手上还拿着一把孔雀羽毛做成的扇子 扇子盖着女人的臀部 安格尔反复把颜色过度的手段用尽了 从红润到金黄再到光线照色下的白皙 这时女子回过头来 她头上裹着一块中东风情的头巾 五官精致细腻肌肤一尘不染 女子的头和臀部中间是曲线完美的腰身 然而这腰身却成了争论的焦点 大多数人乍一看这幅画都会感叹她的美丽 但多看两眼就会发现不对 这位大公女的腰好像细长的有点过分 当时的评论家们看了安格尔这一幅大公女 立马就开始大家吐槽 这画的是人还是鬼啊 这女人的腰至少多了三节脊椎骨 这还是伟大的革命画家 新古典主义导师大卫的学生吗 大卫教给她的古典技法 难道她都忘了吗 还有人直接说 可怜的大卫教出来的安格尔这么一个坏学生 她为了画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形象 随便的把人体当作橡皮泥一样拉长缩短 安格尔的另一幅收藏在卢浮宫的瓦平松的玉女 绘画技法与理念与这幅大公女一模一样 也是一种平静而有节制的性感 不带一丝色情异味 光线柔和色彩淡雅 整幅作品呈现出非常典雅的格调来 但也因为腿部的比例不合理 遭到了同样的质疑 她真的画错了吗 事实上安格尔这样的做法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的作品中 是大有先例的 比如我们之前介绍文艺复兴绘画的时候 就提到过波蒂切丽画的维纳斯的诞生 为了体现维纳斯修长优美的曲线 画家毫不犹豫的将头身比例调整为夸张的一比八 而不是标准的一比七 李开朗基罗为了凹造型 也丝毫不在意正确的人体比例 他曾说透视要用眼睛去看 而不是用尺子去量 安格尔是不是有意去学习前辈们的方式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评论家的嘲讽丝毫不能动摇 安格尔的绘画风格 他们的质疑或许是对的 大宫女的腰确实被安格尔人为的家常了 但这不是艺术加工的常用手法吗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段多了三节脊椎骨的腰部 才使他显得如此柔和 假如我们把这三节骨头拿掉 让大宫女完全遵从正常人的比例 那么他可能就是千千万万福裸体女性油画作品中的普通艺员 而不是一幅具世名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安格尔归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画家 而不是一位纯粹模仿古人的工匠的原因了 在他那颗热爱古典艺术的心中 也藏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的冲动 安格尔不光裸女画的好 他的女性肖像画也是一绝 在他众多的女性肖像画中 这一幅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画的尤为出色 这是安格尔晚年的经典杰作 人物衣服的颜色十分淡雅 脸部相当高 并不在画面的几何中心 为了达到构图的稳定 让观众形成与人物的对视 安格尔就需要把观众的注意力往上提 所以他安排了一面镜子 通过镜子反射出光洁的后颈和鲜艳的红发卡 让画面上部有更多的亮色 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今天总有人说 安格尔素描功夫强而色彩弱 但是你看这幅画 头发的色泽 衣物和肌肤的质地 精准的线条 让整个画面干净利落 但同时安格尔在色彩上的高超技能 又让人物显得逼真和生动 不过安格尔本人最喜欢的肖像画 可能还是这一幅木瓦特雪夫人像 这位夫人可能是当时巴黎最红的名媛 号称当时巴黎最美的女人 用我们现在的审美看 这个牛吹得有点大 不过安格尔据说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画成这幅画 画面就像是打了滤镜 做了美颜一样 几乎让人完全忘了 这是一幅油画 安格尔还为这位夫人画过另一幅 站立着的肖像 同样非常的经典 安格尔是大卫最得意的学生 画得好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很多艺术史学者 一边把大卫捧到天上去了 另一边又把安格尔踩到泥里去 这个怪现象就不能单纯从艺术中去寻找原因 安格尔的不幸遭遇 除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也有门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对艺术进行解读的原因 1824年安格尔回到了法国 在意大利待了近20年 老师大卫又早已没落了 所以安格尔刚回法国时 在美术界就是一个边缘人物 但他一点也不慌实力摆在那里嘛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回法国一年后就凭借着这一幅路易十三的宣誓 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再过四年 1829年 荣登法兰西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学院派的领军人物 但就像我们上一讲介绍的那样 学院派的古典主义是借助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成长起来的 而当安格尔的声明达到巅峰时 也正是新古典主义面临终结 浪漫主义崛起的时代 以安格尔为代表的学院派 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 德拉克罗瓦等新生代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而以雨果和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法国文坛 也掀起浪漫主义思潮 关于浪漫主义 我们在下一讲里会着重介绍 那么大革命后的历届政府 不认同这个新古典主义 门人烧客也不待见他 所以学院派绘画就明显处于被孤立的地位 面对这样的窘境 学院派画家们纷纷做出调整 寻找出路 安格尔也不例外 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 革命画家大卫截然不同的道路 就是尝试将艺术与政治切割 我们来看他这一幅 罗杰拯救安吉利卡 这幅画取材于16世纪的一首诗 说的是海怪奥鲁克把女王安吉利卡 抓来当祭品 千军一发之际 英雄罗杰骑着半鹰半马的坐骑 杀死了海怪 救下了安吉利卡 在作品表现中 安格尔把全部心思放在了表现女性的动体之美 以及铠甲的金属质感等细节上了 而画中人物的情感却完全不予表现 罗杰表情淡漠 与正在用长矛刺杀海怪的情节形成强烈的对比 安吉利卡更是面无表情 头向后仰着脖子就像脱臼了一样 翻着白眼一副四不关己的模样 这与强调情感宣泄的浪漫主义就直接唱起了对台戏 作品已经发布 顿时恶评如潮 而对拉斐尔式的古典理性美的强调 丢弃作品叙事性所带来的对现实意义的抽象与疏离 正是安格尔想要将理性美与现实切割的目的 他就是想让艺术回到不问政治 对文人的刮躁不理不睬的自闭状态 在这个远离成销的角落里 他能够全神贯注于一件事 表达女性动体之美 这一幅《拳》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绘画之一了 它是1856年安格尔的作品现收藏于奥塞美术馆 当时的安格尔已将近80岁 可以说只有一生追求理念美的安格尔 才能把裸女表现得如此动人 安格尔笔下的女性穿着衣服却充满了诱惑 裸着身体却又显得那么的无辜 这样的效果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 安格尔的绘画风格一直处在争议之中 讨厌他的人觉得他一无是处 而喜欢他的人却将他奉为经典 安格尔曾经说绘画的时候 如果太注重科学或者事实 就会看起来不真诚 有碍于画家表达中心思想 所以他绘画的时候 往往更注重画面给人的整体感觉 而不是某个细节真不真实 符不符合客观规律 他这种为了整体感觉 不惜把人画成畸形的想法 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以至于当时的很多人对他都有很深的误解 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人并不认同他的风格 但是后来的绘画大师们却意识到了安格尔的伟大 像毕加索高庚曼雷等大画家们 都在安格尔的作品上汲取到了灵感 好安格尔就介绍完了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